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研究院星期五开了一个会 就是关于川普总统和西核心 实际上是谈两个人 那天开会的人谈的都是谁呢 全部是川普 你作为主持人 你就忘了一个细节 网上马上就有人批评了 说我们不专业 为什么呢 马上好几个从中国发短信过来 说你在介绍主持人的时候 那镜头没有代表 你在介绍这些主讲嘉宾的时候 你的镜头就没有了 没跟着走 对 所以一个是 镜头上我们为了怎么改造 第二个就是 在那种情况之下 要么就是不要这么分开介绍 直接嘉宾讲话的时候 到台上再介绍 这样的话 镜头就会集中在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直播 比以前好几次在外面的直播 效果还好了一些 就是我觉得不像 以前你看那个画面还很模糊 有好几次准备直播 结果发现那个信号根本就不行 所以整次有进步 我们每一次 发生问题 媒体这个东西是遗憾的艺术 所以我就说 我老师说 对媒体我真的没有这个 没有骄傲的这种心理 为什么呢 太已经出错了 你把这个东西搞得很仔细 你发现又出了这个漏洞 所以这个我们直播 这个垂线就在这个地方 还有我们故意不让他们露面 不不不不 摄影机是问题 对 我也意识到了 因为刚开始介绍的时候 我坐着呢 这样的人照着我 我能介绍谁 可是呢 后来我介绍的时候 我就没坐那儿了 对 我就是站着说的 有时候是走着说的 这样的话 他那个摄影机没跟着我走 而且你有一个问题 你读书太久了 我老师跟你讲 你这不是实在读得太久了 不是说是你还北大读了以后 哈佛读了 哈佛读了就算了吧 还跑到微信康间读 读了这么多年以后 你个老子就变成不是老子 就是不像我们这样 在社会上混了很艰难 我没看到什么事情 马上变化 你都变得比较慢 所以要你掌管这些技术 真的是 不是这个作物 就是那个作物 希望我们以后 真的是 有更多人帮助你 你就直接去 我们下回学一招 讲啊 我就在讲 大家还是有很多疑惑 虽然整个局势 慢慢在平衡下来 前天嘛 大前天 是前天 我到这个 曼罕登去了 在曼罕登 大家都说 第五大道已经被 被什么 水泄不通啊 还是什么 就是整个瘫痪了 你知道吧 结果我可能下到地铁 就会没有看到什么人 后来问一下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就是 我不知道现在的抗议 抗议的这种情况 现在演变到一种什么程度 我觉得抗议吧 我很支持 我觉得应该去抗议 因为川普在进行总统的时候 确实讲了很不合适的很多话 这些话呢 如果大家不抗议 不反不出声音 他又当了这个总统 大家会觉得呢 他不是大家觉得 他会觉得 诶 我就这样了 挺好 不是的 所以我就有人就是 当天晚上吃饭 就有几个美国朋友 其中有一个是很高职位的一个领导人 他就跟我问我 他故意问我 他说你怎么看待这次川普的当选呢 我说我看待川普的当选 是川普当选完了以后 川普就不存在了 就变成了两个人 一个是喜拉利 一个是川普 所以我们将会看到呢 喜拉利的很多政策 很多的理念 就给了这个川普 现在一般的评论很多 现在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 发表言论的地方 但是发表言论 并不等于你是正确的言论 并不等于你是符合适世的 这个言论 在中美关系 在很多方面都是 适世而非的东西很多 比如说像川普的胜利 就是打击 既得利益集团 打击金银集团的一次胜利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太简单了 因为喜拉利代表的不仅仅是 可能华尔街跟他有关系 可能原来的政府这个系统 跟他有关系 可能财团有关系 但是有几点 人权团体 你觉得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吗 妇女权力 你觉得是既得利益集团吗 同性恋 你觉得是既得利益集团吗 新移民 对吧 或者是残疾人 我们都知道希拉利的这样的表现 就是比川普好很多 所以不能简单的说 现在这个关于统计的一些更精细的数字 慢慢就出来了 然后可以更有目标性的去分析 在这次投票之中 希拉里和川普究竟赢了哪些阶层 哪些人投了他的票 哪些人没有投的票 非常非常仔细的这个数据出来 阶层是周一周的吧 阶层可能是 这个 它可以做很多组合 它可以很多组合 怎么组合 这些数据 因为我没有投票我不知道 这个数据 他把年龄组出来 他把投资收入组出来 他把区域组出来 你又看见就是说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次 原来以为这次投票是 金英成支持希拉里 这个 底层人支持川普 然后这个数据 他就给你很多解释 慢慢就慢慢就推翻这个 有些推翻这些结论 就是 就是他这个 现在主要的一个问题在什么 就是这个铁锈区 嗯 就是他有一些区域 就是铁锈区 就是原来啊 这个制造业的 制造业区域 制造业区域 像密西根啊 这些地方制造业区域 这些区域呢 这些区域呢 原来工人生活很好 然后因为全球化呢 这个 这个制造业就转移出去了 这些人最失落 这些人是这个 川普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嗯 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 像 威斯康星州啊 这个 他原来是这个 密西根啊 这种原来都是这个 民主党的铁票创 为什么这次也反过来 这个 挺川普 而不支持民主党 他们也跟这个铁锈区 有关系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数字出来以后 慢慢就可以把它这个 精细到 精确到非常细的一些阶段 嗯 我想呢 也是前一段的评论呢 就是说放放了论之后啊 应该更来修认自己的评论的一个阶段了 对 就是说 评论们 评论对川普和希拉里的评论 对美国大学的评论 下个阶段的评论 会更精细化 更科学化 这是一个方向 同时呢 这个川普的事情呢 川普这个总统啊 刚才你也说了 他现在做两个人的总统 他就开始进入这个 新的阶段 对 我上的我们说 他进入一个调试期 我们不是谈现在川普能做的 和不会做的吗 对 至少有几个他不会做了 第一个 他不会去 他说他没有时间去考虑起诉希拉里了 要把希拉里送到监狱去 对 这个他不说了 对 这个里面就是我回应一句 就是说 政治的纷争 如果再等于司法解决 我不是说这个希拉里没有犯罪 或者是没有极大行为 这会扩大这个政治分裂 所以从政治的意义来讲呢 是应该呢 放弃这个追溯 但如果希拉里真的是犯了罪 像有一些网上流传 说哪一个死亡案件 跟希拉里有关系 哪个人 又是希拉里和柯林顿的阿伯瓦 他们杀掉的 在中国微信上流传很多东西 都问我 我说我怎么能回答你呢 我说怎么可能吗 一个水门事件 对吧 尼克森都不是直接一定是那么明确的去做的 他是掩盖了一些东西 或者他没有行使他总统的 应该行使的职责 他都被弹劾了 你就想一想 如果希拉里是杀了一个人 全部不早就把他兜出来了 对吧 但是如果他真的在司法上有非常一众的瑕疵 不是瑕疵 非常一众的涉嫌犯罪 当然也不能放过 但是如果是在政治纷争中间有一些问题 要进来的宽容 否则的话会增加分裂 这个说希拉里犯罪的事情 从刚开始 我就觉得是阴谋论 我从来就不相信 阴谋论这个东西 希拉里这么专业的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和律师 他是很优秀的律师 希拉里他如果去做律师 他应该比做总统漂亮 他也不会那么多人去骂他 他做律师确实是很优秀 他能够把死人救活 我不好意思批评你们 学历史的一下 因为你是法律专家出身 现在全世界法律专家出身的 当政治家很多 我听希拉里的几次演讲 我就有感慨 听你讲话我有点感慨 他很遵守这个法律规范 这是他的优良品质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吹放政治想象力 对 希拉里就是因为他不想当律师 所以他要换行 结果他政治想象力不够 他还是去法律的底子没有变 你看那个马英九 挺不错的一个人 也挺有能力的人 他就是没有想象力 很多东西他就按照条文条文这样做 当然你自己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政治有时候就去想象力 你看那个川普 逻辑混乱 就是考不在你 但是为什么能够赢 因为他有想象力 他是很多人就有一种犯觉 哇我现在的麻烦 你川普帮我解决 我就提外话 但是等一下再讲 你现在提外话讲话 你还是回到正题 对我就觉得 川普他就给了很多人一种想象 因为呢 美国的这个政策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调整 他有法律的规范 法律的规范是很严肃的 你不能经历就是破坏的 我们不讲吗 有几个很万件性的东西 是川普很难打破的 我想了一下可能很多啊 我总结一下不知道你等一下补充 我说第一个就是法律 大家都知道 这种摧毁好像在几十年中间 要调整这个司法的体制 没有几个总统有颠覆性的变化 无论是谁 对吧 而这个恰恰是美国最重要最关键的 一个基础 一切的矛盾一切的问题 法院是一个最低的底线 同时也是再能够解决问题的 一个系统 这个不会被破坏 第二 这个有问题就是说 他通过 有这种预测 他通过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 然后让保守派法官 成为最高法院的多数 成为控制最高法院的多数之后呢 将在未来的一些 历史上五比四的判决的 这些案子 有可能就被推翻 那这些案子 实际到是打到这个法院的 这些案子第一 少之又少 能打到这个法院 那个时间是很漫长 那个时候法院可能还在打的过程中间 川普可能早就退休了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 从技术操作来讲 是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整体的司法体制的独立性的颠覆 那是不可能被摧毁 第二是市场经济 不会被摧毁 美国不可能搞一个计划经济 不可能说川普说 不要该死把你的工厂调回来 或者是Facebook 你们不能在海外去发奖 你们自能在美国招工 这种计划经济怎么没有这个权利 他阻挡市场经济的一个方式 他就是通过一些 反全球化的一些地方 怎么就反了 全球化 美国是最大的得益者之一 全球化也是美国最大的一个仓造者之一 因为美国是一个能量真正过剩的国家 这么多的科技产品的发明 这么多的知识的产权 如果他不全球化 他得什么钱啊 所以 他的赢就是这些 在全球化过程之中 失利的阶层 把票给了他 我很同情这些工人 我也去过很多小镇 很多小镇就衰落了 比如说麻州 你去看看他为什么衰落啊 因为不要制造那么多的热武器了 热兵器了 对不对 所以他自然就失业 那有些地方跟 军事工业可能没关系 而是一般的传统企业 这种传统的企业 你不要说是在美国 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网络经济的出现 以前我在镇上 对吧 骂酱油 骂一些领印品 我觉得 服务过几千人 或者一万人 我日子过得挺好的 骂骂报纸 我以前就想做这个工作 你知道吧 我就想开个店 然后下面骂酱油 然后骂点报纸 我自己还免费看报纸 然后楼上我就住在上面 我觉得这个日子很羡慕 这种事不太可能 因为你现在随便 再往去定 如果你住在城里面 一天到 住在一般郊区 第二天到 对吧 原因的也就是两天 因为 认识发生了变化 人们采购产品的方式 采生了变化 这个男领工人的 这个实业 是没有办法的 只为你是调整它 而且你把企业拉回来 有一些企业 想跟你川普是哥们 或者说你给他集合一些好处 他回来了 回来以后 他也没办法去生产 第一 你生产成本如果过高 按照美国现在这种标准 他怎么在国际市场上出产的竞争力 对吧 然后你生产这些东西以后 卖到哪里去 对不对 你随着消耗这个东西 如果你的价值比别人的高 比如说还有一个什么 跟中国增加又有什么税 那你增加中国的税 产品进口税 没问题啊 那中国也给你增加 中国一增加 那极大国家的产品就过去了 所以全球化这种利益的多层交织 使孤立主义 使川普大嘴巴讲的那些东西 在实行招职中间 就遇到很大的修正 所以这个是基本的东西 你市场这个体系 你可以通过税收的杠杆 做某一些调整 比如说你国际性的企业 如果你是个美国企业 在国际上 因为你回到美国交税吧 所以你就把钱啊资金啊 或者某一些资源放在境外 如果这些企业回到美国 那你是不是在一种 比较低税的方式去优惠他们 那也许是自己的 所以他能做的这个东西 是一个局部性调整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经济 而且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 不仅仅是美国 这个东西 川普没有这个能力 能够把它改变和颠覆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公务员系统 这个大家都知道 公务员这个系统 我们都知道 问题很多 集累了很多问题 效率很低下 但是这效率很低下 这个公务员系统都有它的规范 它就是在运作的过程中间 有一些规范的成本太高 有一些效率太低 但是这个体系 川普根本没有能力去破坏它 根本没有能力去变 但是这个系统是 这个国家运作的基本的机器 还有一个是军事战略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 北约有点关系 大家第三心的是 就是重返亚洲 会不会改变 美国的很多政策 有很多变化 市场经济的政策 可能市场变化很快 极道系统可能出现很多新的现象 美国正当能天的时候 可能出现一个变化 但是军事战略的长期性 不应于颠覆 那是因为这个战略 是经过长时间的润样 长时间的操作 跟各个国家关系的打磨 所建立的这种军事安全体系 而只有这个军事体系 现在存在 对美国来讲是安全的 对美国来讲不是道义上 承担国际上的责任 而且对美国的利益 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把美国搬到月球上去 或者搬到太空去 也许可以 只要你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 那你跟欧洲的关系就很重要 你跟亚洲的关系就很重要 你跟一个出现大规模的事件 中式军 军事的冲突 军事的危机 你有美国的安全框架在框出它 那么基本上是可以受入可控制 犯潮 你如果不成为亚洲 那亚洲是一个什么格局 历史的暗怨 现实利益的冲突 各自为政的这么一种想法 你让南韩发布发展 还有武器 你让日本发布发展还有武器 那整个全世界 每个国家都是有黑武器 因为大部分国家都有能力 像北韩这样的烂国家 饥饿的这么严重的一个国家 它也能够把黑武器制作出来 这就说明制作黑武器 早就已经不是个什么问题了 就是因为有美国安全框架 所建立的地方 所以不至于失控 不至于失控 国际社会是安全的 然后你美国在这个安全体系中间 你是最有意义的 因为你是个有钱人 你是个有很多创造发明的人 你是个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的人 你不能让自己在很多地方去不去 就把自己关在美国里面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现在国际社会流传的很多担忧 很多问题 都应该感觉到 在未来会有一个模糊的过程 比如说欧洲有很多担忧 那你是跟川普来谈 川普说要日本承担军事经费 那日本的这个人就会来谈 那至于谈不谈 欧洲有些国家原来是负担五块钱 现在是不是要变成六块钱七块钱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你说北约的军事体系不存在 你说亚洲的安全战略不存在 那是不可想象的 那是一个川普 有一个学者叫林培育 他就说他一较不同 其实林培育就说还是客气的 他对中国一较不同 对中国一较不同 在外交国际也是一样的 他说他是中国一较不同 他讲的是一较不同 我觉得他的很多中国政策 不能说是一较不同 根本是错误北去 那他其他的国际关系也是一样的 基于这些因素 那么川普 美国的基本上的基石 他没办法去动摇他 没办法去动摇他 没办法去改变他 因为他改变以后 所造成的这种负面的严肃反应 非常巨大 但是川普 我前面跟你讲了 就跟希拉丽相比 他全是增加了一个想象力 对吧 原来你希拉丽当选 我们还是交那么高的健康保险 还是交那么多的税 对吧 听说川普放一出来 可能收入几万到几万 可以一年多拿一千块钱 为了收入到多少万 你可能少掉多少税 以后经常保险 川普已经讲了 健保方案基本上不变了 对吧 他有一些细节性的调整 是有可能的 没说不变 他是要保留奥巴马医疗中间的核心条款 是啊 对啊 那核心条款 所以我们来讲 总统 有一个著名作家叫林达 他不是写背文说 总统是靠不住的 其实是说 总统去牛逼是靠不住的 他讲这个东西 你看阿巴马 很多知识分子很支持他 很多的人群分子很支持他 很多理想主义者抱有了他的幻想 对吧 他现在很快就要下来了 你看他能做到的事情多少 没警戒 奥巴马干了8年 对 今天我才看一篇文章 说奥巴马是美国著名的高铁之谜 嗯 然后等他8年下来到现在 他一寸高铁都没修成 对啊 一个地铁都没修成 他一寸都没修成 我也是个高铁迷 OK 我一看来这个 因为我对火车有特别的迷力 我觉得坐火车很好 很爽 很好玩 但是就是 你看看他给 弗里达多少钱 什么什么给加州建起来 人家根本说我们不要 对吧 弗里达他 南方政府出90% 只要弗里达出10% 弗里达也不干 对啊 因为这个里面涉及的层次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在美国你就感觉到为什么 这个铁路对美国的经济起了那么关键的作用 后来衰落下去了 我这次从芝加哥做火车做到纽约 我做的是恶仆一个单间 而且我跟你说 还不如80年代后我在中国做的恶仆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这个强烈的需求啊 有汽车更自由更方便 你比如要搞认输嘛 对吧 你搞火车认输 你要组合这些货物 在分散这些货物 这种物流的成本很高 一个集中箱 他就搬走了 你这里有一箱我就可以运走 所以他更灵活更激动 所以美国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公共交通 如果以后公共交通为主 有更多的自动驾驶来出现 那个火车会更进一步打击啊 因为在内华达州已经出现了这种 可以无人驾驶货车啊 这样的话它的成本就会更低 所以 我回到川普这个话题来讲 我们讲了很多川普不能做的 但是我还是讲一讲川普可以做的 就是说 川普这个人有想象力 这个想象可能是错的 川普这个人可以乱讲 对吧 他乱讲一些东西 以后做不做得成是最要的 有时候他讲出来一些话 就会刺激一些人去做 他就会鼓励一些人去做 也有一些人感觉到恐慌 紧张 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压力 比如说现在就听说了 说美国这么乱 川普当选了 很多人就不用到美国里留学了 这种东西在我们看见的完全无厘头 但是有可能就变成一个现实 说美国现在把300万移民给赶走 非法移民 对吧 犯罪的 犯罪的一份已经300万 400万对 但是我问你 谁来接受这个300万人 对吧 中国人里面至少有2万多 可能是3万 我听说 曾经中国就给美国说 我愿意接受 但是条件是你把那个 你完成交回去 对 林几华的弟弟给交回去 那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司法部 或者是美国哪个部 愿意交回去啊 但是人家如果有个历史保护他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法官说不行 对 法官现在没这么说 他没打了官司 如果打了官司 我们就很快知道了 对吧 一个历史就可以 做法律程序 就可以维护了多少年 等那个官司走完的时候 现在都不知道 美国总统是谁 搞得不好是你 你不能选这个总统 对吧 就是早就换掉了 他是这样 就是 他在这个 原来他的 驱赶移民的计划 非法移民的计划 这个更庞大 很多 比这数大多了 现在他收缩 就收缩到这个 300万这个数字 就是有犯罪记录的 犯罪的这些 他把他们弄走 但是这个 移民政策的这个权力 并不完全在白宫 他必须跟这个 共和党配合 那么共和党 如果在国会里 都不配合他的话 例如说 我要驱赶移民 你要建立 300万不是一个 不小的数字 我必须建立一个 工作 建立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要钱 来运作 是不是 那么就涉及到 中医院 财权在中医院 比如说 这个项目我需要50个亿 那中医院说 对不起 我不给你钱 那么 川普这个计划就 抛弹了 是 同样的例子 是不是 斯卡利亚去世之后 奥巴马基基想 任命一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顶替他想任命一个民主党的 和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 那就是不开会 对 不是 我讲这些都可以 你有钱 你也有权 你也有警察 你什么都可以做 就把这个300万人抓起来 抓起来以后 怎么去牵入那些国家 你要一个一个国家 谈也不是只有一个国家 比如说只有加拿大 或者只有墨西哥 可能墨西哥是主要的 我不知道 没有看这个距离的数字 那国家如果不要 你把飞机飞过去 就把飞机停在那个地方 你们赶紧下飞机 就把你遣返了 如果这个人 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面 让他天天去享受 美国的这些人去 社会他 什么都不干 但是你维护了在监狱里的成本 不低啊 无论不亚于 住一般旅馆 你还不如让他去劳动 你还不如把他放出去 控制他一下 也许是更好的方式 所以有些东西你讲的时候 对社会现象一样 对不同观点一样 对很多的目标一样 我们想起来可能很淋漓 我经常就发现 哎哟 我想一个很好的办法 很好的思想 很好的纪念 因为发现只要随便 跟另外一个朋友 一谈 另外一个朋友 跟你泼一泡冷水 你马上就发现 哇 我刚才怎么那么愚蠢地想呢 即算是我想的 还是认为很正确的 但是你就发现 另外一个朋友 你马上就觉得 这个世界上不是说 你讲的有道理 你就一定能实行 对吧 刚才这个移民问题 还想起一个故事 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 这等于相当于 几十个国家 组成的一个大国家 对 那么川普这个移民政策 非常的激进 这个反移民政策 非常激进 今天就流传一封 纽约州州长的信 坚决抵制 川普的反移民政策 我还没有时间去 看看是真的假的 查到这封信的原文 他就说 纽约州是一个移民国家 我们还会张开手 欢迎移民 任何移民有难 我们纽约都欢迎 基本上就是一个 直接针对 这个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就是直接针对的 这个 川普的移民政策 这等于是 美国的联邦任务 和地方 和州 这个冲突 在这个 在这个 川普这个时间 还没当总统 我本来今天 就是节目 我实在有一点 他那里今天活动很多 本来想请一个律师 到现场你跟他采访 结果呢 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说 不行了不行 我马上要上飞机 今天就要上飞机 去另外一个州 然后星期三回来 但是他很累于 上我们的这个节目 他会在这个星期不行 下个星期 尊举尽快来 到我们这里来讲一下 就是说 川普完了以后 这些移民政策 他就会有哪些变化 因为这个跟你我也有关系 跟我们的朋友 关系很多 我们的同事关系很多 有的人都在办移民了 中国人非常非常关心移民政策 对 我这个人是 那天不讲一个笑话吗 跟反正文 就是说 很多中国人支持川普 他为什么支持川普呢 就是说川普反移民 为什么反移民 你还支持他呢 他就说 我好不宜在中国移民到法拉盛 移民到纽约 如果纽约到处都是中国人 那我们移民来干什么 川普反应是非法移民 川普是工作签证 投资移民 在某个意义上 尤其他对高科技的移民 他是支持的 但是美国 你到美国走的地方多 你就发现 实际上 这么被开发的国家 就是美国 而且美国现在这种生活的态度 生活的指数的要求 很多活 他们就干不了 所以必须要用一些非法移民来干 比如说在加州 加州 加州本来 你要知道墨西哥一个加州 墨西哥那个加州 到下加州 他们往美国变成上加州 原来本来加州就是他们的 所以美国人对非法移民 有一些州 它有一种天生的 第一是依赖感 第二是有富旧感 那些地方本来就是他们的 墨西哥人的 对吧 现在这两件事 川普他坚持是要干的 对 比较明显了 第一个 这个犯罪移民的处置 他是要干的 另外 美墨那个墙 他也要干的 别的东西 我是看着他有调整 那个墙怎么建 我都不知道 对 他现在这个他比较坚持 就是说 现在就怎么样建 对 这是一个问题 我两个月以前 就看了一次 就是从墨西哥开始的 那个围墙 从海边上 在外拍的照片 从海边上开始 一直说升到德州去 那个围墙 我不知道怎么建 好几千万 五千万 这个第一是成本会很高 第二个是非法移民 不是美国的根本问题 甚至美国很多东西 还得益于非法移民 但是怎么去控制 这个犯罪问题 那都是一个非常 需要认真的对待的问题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可能就是这个 以后啊 可能啊 就我不是专家 就是这个移民律师来了 说有个人在 就这个在酝酿 博士学位的 直接发绿卡 你反正都是公民了 你 不是 就是说这个 对念博士的学位 以后更多的人来念博士 这方面就好 这就是川普 他的方向是高科技移民 对 那么可能不是这个 学学这个理工科的这个 这个博士啊 一毕业就有绿卡 有这种可能性 对 高科技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发展 对很多传统的蓝领工人 是个打击 但是并不等于未来不需要一般性的 劳工阶层 所以我觉得 单一的拼上于这个高科技人 这还是 想法比较简单了 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 我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嗯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他会做 嗯 乱讲话他会继续讲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还会 这个还会乱讲话 还会造成很大的风波 这个就是说 他肯定还会 还会有讲 因为他有 因为他的嘴巴不太容易收住 但是从现在来看 他已经收得很 收得很好了 很不错了 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 就是说想听到 想听到他乱讲的几率 不是那么高了 他现在他每次讲话 我后面都有一个团队 给他起草稿子 在这个基础上他外 讲的不容易出错 这样对 那么就可能在某个 临时性的场合 嗯 他可能出错 就是互动 即时互动的情况下 他可能出错 但是他官方的这个对外讲 拿了稿子 后面的稿子 准备的情况他不太容易 如果他取了错 他的幕僚马上又修补一下 又赶紧去解释一下 他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如果解释得清楚 可能政治波动就比较小 如果解释得不太清楚 造成一些政治风波 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他最近这两天 已经开始擦屁股了 擦什么屁股 就是这个 他在大学以前 歧视妇女啊 这个歧视移民啊 这些言论 对这个 对美国社会 造成很大聪明 是是是 白人至上主义者 现在已经开始 这个蠢蠢欲动 受到鼓励 那天我们不开会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个演讲人说 他的女儿 从他们遇到过 在这个 但有时候 有时候也不能太紧张 对啊 人家太紧张的话 你的状态好像都是 川普的责任 对 但是本来就是 川普素人的结果 是 但是我知道很多女性 就是 确实感觉到失望 因为他们原来一直预期的 就是这个 希腊能够当选 希腊的当选 就是对于很多 美国女性来讲 就是说 男人能做的事情 我们原来做 因为美国从来 没有出现过 女性的这个领导人 不像中国啊 中国伍在天就出现了 还有慈禧她 还有慈禧谁 对吧 就是 江青 江青可谢 他已经被抓起来了 那么呢 就是 就是美国基本上 就是说 国务卿出了好几个 国家安全顾问 出了好几个 但是你到美国大学去看看 片地都是女性 男性反而看得比较少 女性在这方面 表现得越来越优秀 所以我真的非常遗憾 我这次假如 我没有去投票 我现在还没有成为公民 成为公民以后 如果有一天成为公民了 我去投票 我一定会投一个女性 因为我就希望 美国要出现一个女性领导人 因为 这是一个政治符号 这是一个进步和文明的符号 但是对于一个总统 我对这个希拉利 和川普都可以 因为我认为 这两个人都做不了多大的事 但是呢 如果他们自己努力 有想象空间多一点 像川普这样 也是有一些作为的 有一些作为 因为 比如说跟俄国的关系 对吧 比如说跟中国的关系 实际还是一个 比较僵化的一个想象 没有 当然如果这个事情 假如美国跟俄国关系 出现某一些变化 那中国关系会怎么样 美国关系怎么样 就不知道了 对吧 所以 这是我们人久性的话题 今天好像又谈很长了 对 谢谢 我们应该 画句号了 对 多长时间了 今天 一个多小时 OK 谢谢这个明镜这个编辑部网友的收看收听 谢谢我们同事 请不吝点赞